民國一百年好多的藝人都要結婚 到底有沒有可能包括Selena跟阿中呢 那麼未婚夫阿中呢 在跟導演陳明璋上個禮拜見面之後呢 昨天首度露面了 他說雖然陳明璋已經在兩天之內 把這個復健金給付清了 但是對於他之前跑趴呀 還有龜縮的態度 不管是阿中還是Selena 仍舊是難以釋懷 他也怪過我 為什麼我當初 排之前他去拍這個戲 而我知道戲劇不是他的最大戲劇 新德Selena當初為了拍戲遭到火灼 上阿中在與導演陳明璋見面之後 首度出面 即使選擇原諒 但看得出來相談 結果他並不滿意 11月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Selena是沒有脫離生命危險期 我記得她去火鍋 吃火鍋 然後接下來就是 再來就是他有貼心戲再來 然後有一些 接下來就是有一些 把他嬉笑的那個 嗯 我 我不認為就是說 他應該不去過自己的生活 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每個人都要繼續過他的生活 但是我承認那段時間 讓我們的感受很不好 也曾經想要向陳明璋提告 但阿中說Selena灼傷事件掉入了兩岸法律黑洞 這半年來 現在Selena連看到五股爆炸或是台中大火都會忍不住落淚 大概描述一下死傷的狀況 多少人是燒燙傷 誰被炸的怎麼樣 誰在那邊多無辜的時候 這些新聞他只要看到眼淚就流下了 對於婚期 兩個人現在已經走一步算一步 連家人都不敢碰觸這個話題 Selena現在的情緒還是不穩定 阿中說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夠看到他一點一滴的慢慢進步 整體鄰居的魯沛與台北採訪報導